艺人助理需要什么专业 艺人助理通常都需要全面发展 大多数艺人都比较喜欢懂法律知识的助理 所以法律专业非常吃香 其次是心理学金融理财方面的 当然公关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如果有想当助理的可以报考这方面的专业 艺人助理负责艺人的生活 因为艺人的工作非常的繁忙 但又不是每件事情都能自己亲力亲为 所以助理一职就出现了 他们通常不出现在镜头前 尽职尽责的在幕后做着自己的工作 大多数都比较低调 是默默无闻的一群人 艺人助理有着不同的工作 有的只是工作上的助理 还有着生活上的助理 艺人助理也分为普通型 保姆型和起轩兼经济型这三种类型